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把这个名字先给大家看一眼 这个地方就是洛克贝海滩 洛克贝海滩 是纽约市皇后区的一个非常著名的 避暑的玩水的这么一个圣地 但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并不是说海水冲浪阳光夏天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是在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非常漂亮啊 听着海欧的叫声啊 沙滩啊 咱们呢慢慢往前走 我估计啊 我是啊 咱们说啊 整个纽约市啊 唯一做这个的 唯一今天啊 2023年的啊 6月6日 我是唯一一个华人的up主 来做这一期纪念节目的 那是为了纪念什么呢 是为了纪念在30年前 也就是距今30年前 就在你们看到的前面的这部大海 发生的一件震惊 华人社区和美国东海岸的事件 那这个事件 又是什么事件呢 可能有的朋友们呢 就不知道了 啊 距今呢 30年前啊 在这片海滩上呢 发生了一体呢 震惊了整个美东社区啊 在一起移民大案 即非法移民 可能很多的观众啊 都知道啊 现在呢 我们中国呢 原来有很多的人啊 通过这个 走这个亚马逊的这个雨林啊 通过各种办法 墨西哥南美啊 就是所谓的走线啊 来偷渡到美国 其实这对于一个老移民的我来说呢 这个呢 太不新鲜了 太正常了 30年前的1993年 就有很多的福州人 咱们说呢 坐这个货轮啊 偷渡到美国 其中在这个洛克贝海滩 Rockway Beach 发生了这一起 就是今天 30年前的6月6号 发生了这一起 金色冒险号偷渡事件 对整个美东的华人社区 以及呢 当时的美国社会 有很大的震动 咱们说呢 这座金色冒险号呢 并不是游轮啊 它其实呢 是一个货轮 后再被改装了之后呢 它呢就一直从事呢 这个呢 就是说呢 走私人口啊 非法移民 咱们说的这个咱们说 这个这方面的事 所以你看呢 说这个走信啊 不是今天才有的 30年前 93年就有了 当时金色冒险号呢 是载着285个偷渡的移民 非法移民 其中绝大部分呢 都是这个福州人 当时呢 他们做的这个金色冒险号呢 就是在你们 我现在给你镜头看的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啊 咱们说啊 是我啊 就是说 调了 做了很多很多的备案和调查 亲自到移民局 去查它那个背景档案 才查到的 就是这片礁石啊 就大家看到这片礁石 金色冒险号 就是在这个最远的位置 因为呢 这个船呢 长45米 它是一个货船改装的 近海呢 它是进不来的 本身约定的呢 是怎么样呢 当时在这个呢 1993年的6月6号呢 当金色冒险号 驶到这个远端的时候 驶到远端的时候 会有呢 纽约当地的 这个华人的黑社会 他们出面呢 用这个小型的这个飞艇啊 小摩托艇 把这批人呢分散 然后再运到呢 各自的地点 但是结果呢 在运输之间呢 发生了一个问题 就是呢 本来说好的这个帮派呢 和其他帮派呢 发生了这种呢 斗争啊 结果呢 这个接应的这个摩托艇呢 就没有出现 于是呢 在将近呢 是早上四点 在太阳没出之前啊 金色冒险号的这个船长 也就是这个姓李的人 和其他13名船员呢 又胁迫啊 整个船上的285名 非法移民 让他们跳海 基本上就是这个位置 最远端那个位置 跳海 让他们从那边呢 游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岸边 由于呢 他们是非法移民 所以呢 一直都躲在呢 咱们说这个金色冒险号 这个货船的这个叫箱子里面 躲在这个叫箱里面呢 很多人因为每一个里面呢 就是说呢 这个每一个人活动 都是非常有限的 而且呢 还有一些人呢 体质不佳 因为从福州 到纽约的这个外海 是要花一两个月的时间 才能到达的啊 所以说呢 尽管是六月份 在早上凌晨两三点钟 还是非常冷的 尤其是这个水 咱们说呢 在这285个人呢 于是呢 就不得不呢 跳入海中 啊 往这个岸边游 我记得呢 在 20年 之前 我曾经有机会呢 就是问过一个 真正 就是说 她就是金色冒险号上 跳海游过来 活下来的人 啊 一个女的 啊 具体是什么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们 叫什么啊 她跟我说 当时跳入海中的一瞬间 冰冷刺骨 幸好她家本身就是呢 福州这边的渔民 所以说呢 经常有钓到海里的这种情况 所以说呢 就加上常年的出海打鱼 啊 再加上养一些呢 这个鸭子之类 所以说呢 她还是能适应 因为她那会儿时候 她才22岁出头 正是好年纪的时候 他们说呢 当时呢 还是被这个美国的 就是海岸执法队 被发现了啊 上面呢 有这个直升机的啊 这个聚光灯 下面呢 隐隐约约呢 可以看到呢 渐渐使劲的呢 就是美国纽约海警的 这个搜救船 另外呢 就是在这个海滩上呢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啊 这个密密麻麻的灯光 他们觉得 游上岸就有希望 所以她当时说 我没有当时有任何的念头 我唯一一个念头是什么 就是往里我光的地方游 最终她游上岸的时候 基本上已经是虚拖状态 然后呢 因为在这个路面上呢 警察也来了 给了他们的毯子 给了他们一杯呢 热咖啡喝 然后呢 就陆陆续续呢 把他们呢 编成不同的组 然后呢 抓到一个移民局 最终呢 又被关到了呢 就是说呢 维基尼亚州 约克郡的啊 咱们说呢 一个呢 就是监狱 但是呢 他的呢 运气是比较好 最终呢 拿到了身份啊 并且呢 在这边呢 现在混的呢 也是说实话 快退休了 但是每次想到 在30年前 我昨天还给她打电话 我说 我说姐 我说我明天我要去那洛克菲 洛克 洛克菲海滩 拍那个30年前 你游过来时候的那个故事 他说你去吧 我是我是不想去 那个地方 我真的不想看到 所以说啊 就是30年前 就有中国人走线 啊 走到啊 或者说 坐船游到了这个外海 这个金色冒险号呢 大概就停泊在差不多这个位置 啊 他就是他跟我说呢 后来他带我来过这儿 他说他差不多就是游到这儿 记忆中 因为他说他当时记忆里面 就是离这块礁石是特别特别近的一个地方 基本上就应该是这块 所以说呢 当时的这些人呢 最终有111个人呢 被遣返回国 啊 但是呢 也有人呢 就是说呢 这个呢 留了下来 其中有三个人呢 还获得了呢 这个艺术家的这个特别签证啊 他们中间留下来的人呢 有的人呢 后来呢 就是说啊 开了餐馆 挣了钱啊 有些人呢 被遣返之后呢 后面呢 又来啊 最终呢 也留在了美国 但是随着这个朝长朝落啊 年复一年 咱们说呢 30年前 那艘金色冒险号啊 大家看到直升机了吧 看到直升机了吧 当时晚上这个直升机 移民局的直升机 就是在这海面啊 巡逻 那个大的聚光灯 就往下照 啊 现在你看 还是有这个移民局的飞机啊 这是移民局的飞机啊 你看看 还是有执行的啊 因为金色冒险号这个事情啊 可以说啊 是弄得当时啊 可以说是 最最当时呢 震动美国社会的一件事 所以说呢 有人说呢 现在都说走下走下 润人 其实呢 在这个30年前呢 就有这种类似的偷渡行为发生 但是30年前的那些 虽然他们说是非法移民 但是他们这些人呢 和呢 现在的某些聚集在呢 美国西海岸的丁烫的广场 以及呢 聚集在美国东海岸的这个法拉上 他还是有所不同的 咱们说当时的那批老移民 咱们说呢 他呢 还是非常老实啊 非常能吃骨烂牢 吃骨烂牢的 而现在的呢 这些润人来了呢 是什么呢 油肩耍滑 好吃懒货 他们和以前的那些老的移民呢 是没有办法比的 那具体呢 这些润人 和这些当年的金色冒险号上 30年前的那些老非法移民 他们之间又怎么来定义 又怎么来 就是说 分别呢 您可以听我下一期的节目 谢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一期专门分析 润人和移民之间的区别